以後變遷委員會八號首度召開 總統賴清德親自主持 馬拉松討論四個小時 外界聚焦的核電議題 內部也有各種聲音 強調核能複雜度高 會議中針對極大組織 包含淨鈴減碳永續綠能等等進行討論 總統府副秘書長張敦涵坦言 首場會議當中核能沒有進入實質討論 但朝綠能方向發展的目標不變 未來新的核能 外面常常聽到的SMR或是核融合 要蓋成可能是2029 2030以後 未來有更好的解決方案的時候 國人有共識 然後他的核廢料又沒有問題 然後又是安全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因為減碳 來做出一些調整 若未來發展出新興技術 確實可謂減碳調整 不過臺電董事長曾文生也直言 未來三年供電壓力最大 為了國家任性和緊急特殊狀況 臺電目前仍維持提議機組 可轉成警備機組 賴介德昨天的談話 更證明了臺灣確定的問題 是有多麼的嚴重 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穩定供電 優先的來發展多元綠能 對於任何有助於淨零的新技術 都不排斥 核電議題朝野攻防 但對民眾而言 最重要的無非用電安全 即穩定供電 華視新聞主持軍方伯 馮環室小組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謝謝 謝謝 我可以 若